川普在命令中提到 微信和TikTok都會自動從用戶方獲取大量信息 例如位置數據、搜尋歷史記錄等 這使得中國共產黨可以訪問美國人的個人私有信息 使中共能跟蹤聯邦雇員和承包商的位置 建立個人信息檔案以進行勒索 並進行商業間諜活動 他第一 他對海外華人實行監控 對吧 他跟國家安全這個部門合作 我甚至懷疑現在已經被解放軍掌控了 把這些社交媒體的工具就變成了一種監控 全球世界人民和這個不僅僅是國內中國人 而是世界人的一個工具 另外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8月5號公布 禁網計劃將不被信任的中國應用程式 從美國應用程式商店中刪除 並表示TikTok和微信對美國構成重大威脅 或者在他的服務器上進行宏觀的管控的話 可能比這個簡單的方法更有效 在川普宣布行政命令後 微信所屬的騰訊公司股價隨即暴跌10% 新唐人記者柯丁廷 紐約報導